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应急包应该包含处理更多水所需的物品 好消息是在紧急情况下有几种方法可以处理水 本影片中将根据紧急用水的品质 每种处理方法的有效性也将来做讨论 在决定将哪一种水处理的用品添加到您的应急包时 需要考虑以下三点 在紧急情况下您可以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水 您需要处理多少水 您需要采取什么方法或组合方式才能使水安全饮用 去除病毒细菌和微生物 需要比去除淤泥和颗粒使用更有效的处理方式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处理水的四种方法 以及每种方法需要考量的一些事项 漂白剂是应急包中最好的物品之一 因为它可以用来处理水 也可以用于清洁卫生 同时它也很便宜 漂白剂可以杀死大多数有害或致病的病毒和细菌 但它对抵抗力更强的微生物如寄生虫 则没有那么有效 此处理方式需要添加到应急包的用品包括 漂白剂 要确定是无添加香味的液体漂白剂 漂白剂会随着时间而降低效力 因此需要每年更换一次 量池或滴管 使用在清澈和混浊水中的配方也有所不同 比如每加仑的水添加多少漂白剂 对于清澈水 每加仑水加入1%茶匙漂白剂 对于混浊的水 每加仑的水加入1%茶匙漂白剂 另一种方式 选择使用净水定 这些药定的有效性取决于水温 PH值和透明度 药定也会在有效日期后或包装打开后失效 请务必细心遵循制造商的说明 此处理方式需要添加到应急包的用品包括 净水定 第三种选择是使用个人滤水器 有多种类型的个人滤水器可供选择 有些滤水器比其他滤水器过滤生物方面做得比较好 选择滤水器时早可以处理您所需水量的滤水器 一些滤水器专为一人使用而设计 而另一些滤水器可以轻松过滤更多的水 许多类型的个人滤水器 不适用于清洁人类和动物粪便中常见的病毒 购买滤水器时 请务必寻找孔径小到足以去除细菌和寄生虫的滤水器 此处理方式需要添加到应急包的用品包括 个人滤水器 第四种选择是煮开水 在紧急的情况下您可能无法使用厨房炉灶 这就是为什么备用方案是很重要的 如果您有野营炉灶或可以安全的在户外生活 那么最好将这些物品存放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轻松拿到的地方 煮沸可以杀死致病生物 包括病毒、细菌和寄生虫 唯一有一个状况煮水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就是水已经被危险的化学物品污染 煮沸会使这些物质浓缩 使水变得更不安全 此处理方式需要添加到应急包的用品包括 锅子、隔热手套、燃料来源 如木材或露营炉灶生火的燃气 无论您选择如何处理水 需要添加到应急包的用品包括 用来过滤水中颗粒的一条干净布 以及干净可以用于储存和处理水 且可重新使用的容器 请在regionalh2o.org上查找此影片中容易打印出来的说明 以及有关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安全饮用水的更多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